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树叶拖影怎么绘制出充满金融特色的大幅画作 还有盲人朋友组成的打击乐团有多厉害等 汇集了金融市22个社区营造点及7个区公所作品的金融市社区营造联合成果展 11月4号起在要塞司令部军补库房整出 内容多元丰富呈现在地特色 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协会精彩的北湾演出 让人沉醉于悠扬乐身 游戎人朋友组成的打击乐团 则带来另一种声音 香喷喷的四种饭盒则是太白社区 重现码头文化的码头爆饭 每天早上到的时候到一个公苗 我们就爆到地铁 然后在一个黑板上面做一个简介 然后整体自己在里面下发安 然后我要吃几餐入几餐 那从这个开始就衍生到这个码头爆饭 还有五福社区这三福分别以老鹰 基隆庙口及卡玛丁渔市等基隆特色为主题创作的大型画作 很难想象都是居民用树叶踏印而成 树叶拓印 这个是全部你们远远的看好像非常美 但是都是用树叶一片一片的去把它连接起来的 汇集22格社区营造点及7格驱空手作品 以智慧市民与生活为主题的基隆社区营造点联合成果站 11月4号到11月10号将在要塞司令部展出 丰富多元的营造成果让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大为赞赏 可以看得到我们社造这一次参加展出的有22个社区 加7个驱空所 那这所有的成果非常非常丰硕 我们有海边的有山上的有码头的 然后各种有生态的 那其实这个社区营造 其实就透过在地把在地的特色发挥出来 也响应所谓的国际的永续城市 永续发展的这个理念 基隆市文化局方面表示 基隆社区营造近年来成果丰硕 主要是从过去单打独斗改为以议题为主 并发挥由下而上的精神 鼓励居民参与公共领域的运作 文明全国的海洋老鹰嘉连华活动就是最好的例子 整个社造已经从我刚刚讲的单打独斗的 到教组长的辅导一直整个年度推动 都是用议题式的方向在协助在 由各个社区来提案 然后在这个议题的主抖之下来 就是期望说把基隆各个社区 跟我们整个城市能够让它更突出 那更彰显我们整个社造精神 除了11月4号起的金泰展 11月5号当天 在要塞司令部军补库房前广场 还将举办动态成果展 除了精彩的社区表演 还有DIY品美食等体验活动 欢迎民众一起来体验 基隆在地人文魅力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再带来看这个流感疫情 政府评估他们是互事单单 11月1号开始就开放了第二阶段的 50岁以上符合资格的民众 施打公费流感疫苗 为在7度的阳明海运公司 响应政府相关疫苗施打政策 特地申请7度卫生所 派专人到公司 为员工们施打流感疫苗 阳明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真茂 带头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由于政府评估流感疫情 虎事单单 为在7度的阳明海运公司 响应政府相关疫苗施打政策 特地申请7度卫生所 派医生 护理长以及护理师 到公司为员工们 评估施打流感疫苗 由董事长带头 全公司大约700多位员工 其中符合资格的 百位员工排队 陆续接种疫苗 我们阳明海运 非常关心员工的健康 所以在COVID期间 我们除了居家上班 然后分T是来上班 然后也鼓励同仁来施打疫苗 所以我们现在打三剂的比例 超过92%以上 但是在这段期间 尤其现在冬天慢慢到了 那我们也提醒同仁 就是说除了COVID之外 流感现在也即将来临 所以我们今天配合政府政策 在7度卫生所 也非常派人到我们公司来施打 所以我们鼓励今天 全公司的同仁都来施打 7度区卫生所表示 11月1号开始 开放第二阶段 50岁以上符合资格民众 施打公费流感疫苗 提醒符合资格的民众 可以到相关医疗院所 以及卫生所接种流感疫苗 另外由于7度区大型企业公司林立 因此可以向7度卫生所申请 集体接种流感疫苗 11月1号开始 已经开放第二波 50岁以上流感疫苗施打 如果说只要符合 50岁以上的民众 都可以到卫生所 或各合约院所施打 那因为7度区的公司比较多 所以只要符合人数够的话 也可以跟卫生所接洽 我们也可以安排 请医生进去施打 不只流感疫苗 这三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阳明海运同样鼓励员工 踊跃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保护自己和家人 也保护同事和公司 形成保护网 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受到台风及东北季风 共伴效应的影响 基隆市这几天的豪大雨 袭击的七堵区 东新街及大华一路 造成土石崩落交通受阻 受到台风以及东北季风 共伴效应影响 基隆市下起豪大雨 袭击七堵区 东新街以及大华一路 造成土石崩落交通一度受阻 主持人在这边借备 还有通知我们的相框单 尽速前来这边处理 昆明这边跟我们这边的亲民 在这边聊点一些状况 希望大家出力要小心 由于还有间歇性的风雨 加上土石含水量饱和 风落的情况还有可能再发生 提醒用路人要特别提高警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可爱的小朋友 七堵有一间著名的幼儿园举办了万圣节的活动 小朋友除了前往警察局第三分局要糖果外 也前往七堵庆祭宫跟妈祖要糖果 并在庙前载个载物 另类的宗教交流 让小朋友和家长都很开心 各式各样打扮可爱的小朋友在七堵区中心信仰中心 庆祭宫妈祖庙城前唱歌跳舞 不过不是庆祝妈祖生日 而是庆祝西洋万圣节 七堵著名的小巷幼儿园举办万圣节活动 打扮可爱的小朋友不但到警察局第三分局要糖果 也特地到七堵庆祭宫跟妈祖要糖果 当然最后是由庙方人员发送糖果 并且让小朋友在庙城前载歌载舞庆祝万圣节 而这另类的宗教交流 让小朋友和家长都很开心 机动市议员杨秀玉也应邀参加这场快乐的 万圣节活动 也不忘趁机机会教育 提醒小朋友在外面要注意安全 不要有人给糖果就随意跟陌生人走 会人啊 怎么样注意啊 要跟你叫糖果要带你走 要不要 因为有会人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你要不要去 不行对不对 那你们会不会被爸爸妈妈的电话号吗 对 一定要把爸爸妈妈的电话号把他记起来 是 因为万一我们走失 对 如果万一你们跟爸爸妈妈出门 万一爸爸妈妈怎么突然间不见了 一定要站在原地 要在原地 然后自己就是要找爸爸妈妈 不能随便跟陌生人一起走 知不知道 知道 这很重要哦 一定要记得哦 祝大家万圣节快乐哦 庆祭公方面也不介意幼儿园 万圣节活动到庙里要糖果 也希望小朋友从小建立 信仰自由 互相尊重宗教信仰的观念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是童子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围托航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子伟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是因为 她有正义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恳请支持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这个礼拜在基隆商工有相当精彩的篮球赛 基隆一信这一次邀请国中甲级传统强队在基隆商工开战 有兴趣的民众戴好口罩 欢迎前往观赛 基隆商工对手能人加伤 突破对方防守 并瞧后三个剑步纵身一跃 球在天空中就像一道不信划过天际 竟然得分 财团法人基隆一信文教基金会 办理国中篮球赛多年 打开名单一看 台北金华 苗栗名人 新北安康 台北新义等校 几乎都是历年来的冠军常客 这个礼拜一连五天在基隆商工较进 我们今年办了这个国甲邀请赛 那我们以前是没有 很少在办国甲邀请赛 那因为场地的关系 我们就是邀请国中六队 高中六队 那这一次呢 国中来的呢 这六队呢 全都是呢 一军有精华 有名人 有安康 有信义 有普理 还有我们在地的 民传国中 邀请外面的球队来 丙地打球 那刺激球员的这个球技 希望他们的球技呢 可以更精进 那二方面呢 因为基隆商工呢 这个洪校长啊 他对这个篮球非常的支持 所以呢 我们被他所感动 那我们觉得 给他一个曝光度 让台湾省 各个国中的好手 认识我们这个基隆商工 看幕典礼现场贵宾云集 多校校长齐聚支持 吉商校长欢迎来自各县市的队伍 也提到基隆商工的篮球队 在今年HBML赛中 惊奇逆转 几近前十六强 今年呢 代表基隆参加了高中篮球联赛 这一次可以说面对的都是墙底 不过在整个金涛亥朗中 虽然呢 我们落后了十九分 但其实我们的孩子展现了一个不服输 永不放弃的精神 让整个局势能够逆转 这也代表了我们基隆一个孩子的一个任性 我们期待把这份荣耀都能够带回基隆 那接下来继续下一个拼战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期待有更好的成绩 那如果说基隆商工是基隆篮球发展的一个成果 那我想一信碑呢 也就是培育我们整个基隆篮球人才的摇览 那我们这一次真的很高兴 能够跟我们一信碑合作 能够在我们基隆商工这边来打这场篮球 那也期盼我们这样的合作 能够培出更多优秀的基隆篮球人才 这场比赛深受各队重视 几乎派出一军球员出战 基隆市由民传国中代表参加 欢迎热爱篮球人士戴好口罩前来观赛 为选手加油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基隆市政府改善全市学校的电力设备 完成了斑斑有冷气的政策 同时也建制了校园能源管理系统 以及校舍屋顶装设太阳能板 让校舍降温 节能 学校用电可以看得见 基隆市推动校园装设太阳光电系统 开放全市54所国中小 共56校区的校舍屋顶装设太阳能光电板 建制太阳光电板面积比例突破100% 是全国第一 安乐区建德国小的屋顶全运用 突破气候限制 同时也投入环保绿能 为地球尽兴力 这次在学校的屋顶装设了太阳能光电板 不仅可以降低在顶楼教室的室温 而且也可以提升我们绿电的发展 根据教育处统计 金融市国中校售购绿电能 可回收的回馈金比例为21% 是全国之冠 预估全市各国中小学年度回馈金 总计至少1300万元 排碳效益高达6700公顿 相当于创造了1810公顷的森林 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疫情持续加上通膨危机 许多产业都受到影响 对于韩式等弱势民众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潮起支持人安基金会的立法委员蔡世应 与金融体育会建美戒身委员会 一起协助韩式吃饱三菱活动 劝募年菜礼盒及红包 号召社会大众伸出援手 共同帮助韩式在年节温饱 这个樱花虾米糕 海苔猪肉葱 海苔猪肉葱 大白食最高的 对对大白食最高 律法人蔡世应与金融市体育会 建美健身委员会主委等人 当期美食家 现场品尝这几道年菜 直说美味不输餐厅县主 你不讲它是罐头包 我常常不知道 我以为是煮好 真的 这就像县主刚输入的一样 这是由仁安基金会 金融平安站举办的韩式吃饱三菱活动 受到疫情影响 以往的大型伴桌围辱活动 改成送年菜礼盒到韩式家中 希望让韩式在年节也能有一顿温饱 这三年来的疫情有影响到 就是我们的韩式吃饱三菱的进行的模式 那我们今年也改成就是用送礼到家的方式 把这个年礼呢 七道菜的年礼呢 一一送到就是不管是韩式家庭 街友或是单亲妈妈手上 长期支持韩式吃饱三菱活动的立法人蔡世应表示 自己也是苦过来的 很能体会韩式等弱势民众的心情 因此恳请社会大众伸出援手 用爱心陪伴韩式们温暖过年 周站长非常的认真 那我其实也是被他感动到的 所以每年只要周站长有任何华山基军会的活动 我绝对会来报名参加 那我也会率先来抛张影域 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支持 那今年度的东西也还蛮丰富的 包括里面有好多的我们的餐点食物等等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些微波食物 五福等五宝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我也感谢这些好朋友 有很多人是他们给我们支持的 那有一些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费的购买 那希望更多好朋友 大家来支持韩式吃饱30的活动 年菜礼盒内含普烧青鱼 樱花虾米糕肉松 人参糯米鸡 卤猪蹄花 楞古堡 及白菜卤蛋 刚在全文会拿下多项奖牌的 基隆健美团队方面 也期盼能贡献自己的专业 让韩式们吃的美味又营养 我们到时候会帮忙发放 然后我们会提供我们的专业 就是说这个菜的部分 营养各方面 我们都会帮他们试吃 那这次很开心 能够参加这个 非常有爱心的活动 那也可以透过自己的专业 然后帮助到大家 能安基金会基隆平安镇计划募集500份年菜礼盒及红包 蔡司令呼吁社会大众共同支持 帮助穷苦人过好年 红包祝韩式 年礼过好年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伊甸基金会举办老人照顾服务计划 公布青壮年民众对长期照顾的看法与调查 并公开照顾者之身的议题影片 现场也邀请到伊甸居服员 与担任社工母女党到场分享 与公益大使比利 携手关注长期照顾家庭的处境 不堪照顾长年生命的父亲 男子狠心是父 警方赶到现场 但人不知 嫌犯被问到为什么杀爸爸 他只回应社会悲歌 近年来照顾崩溃事件 屡屡登上新闻版面 显见长期照顾压力非同小可 伊甸基金会举办老人照顾服务计划记者会 邀请因演出戏剧 妈别闹了 再度登上一幕的艺人比利 担任公益大使 号召社会大众 关注长照家庭的处境 永老同行坐回来 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老人照顾服务计划 做每一个需要的家庭 最坚实的后盾 我觉得现在我们要面临的问题 子女她一定也有工作 除非她没有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 她会来照顾你 但是平常我们也不要 假如是长期 你也不希望去影响她的工作 对 因为我觉得那是不公平的 你一直在照顾你 然后她变成说她的事业怎么办 然后她照顾你她其实也很辛苦 所以我会觉得假如能够说有一些朋友年纪大了 大家可以住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是太好了 所以可以互相照顾 最重要就是要健健康康 对 我觉得大家年纪大了 每天绝对不要闷在家里 就说坐在那边不动 像我其实是一个很懒的人 我不太动 但是我就会告诉自己说 我们不要人家照顾我们 我们就是每天一定要想办法出去走一走 散步 家里周边 公园 看看人 然后这样走一走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种种花草啊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开心一点 然后阳光一点 动一下 每天伸展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我们心情很多帮助 因为年纪大了 现场也邀请到伊甸居服员 同时也是长期照顾者的念词 与担任社工的女儿秦鑫到场分享 自身照顾经验 以及如何寻求社会支持 之前是在工厂上班 然后车程又远 大家都已经六点多 有时候塞车都已经六七点了 其实妈妈是一个人在家的 其实你虽然在工作当中 有时候也会担心 他一个人在家里面看电视 会让他老化很多 尤其是我就觉得他也是很孤单的 在家里面 所以后来就是感觉上 情心我的女儿 她是做那个社工 社工 然后她因为在我长期看我照顾妈妈 然后情绪也不是那么的好 因为有压力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也在教会里面 然后服侍一个身脏的朋友 是 然后推轮女 然后女儿看我体力还可以 就是力量还可以 推轮女还蛮安全的 他就介绍我说你要不去受个训练 是属于居家服务的服务员的训练 那我说好吧 那我就去搜寻看看 然后搜寻完了之后就一个机缘就可以 因为刚好我们公司工厂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经历比较困难就收起来 那我就考上了执照 然后就想说 你点几经会站站起来有个机会 西武北居家有个机会 就我就去练习 练习像 所以我过来有这个机缘 那在训练的当中 其实我也照顾到我先生 我先生是因为鸡椎开刀 然后受伤开刀 然后我就去医院 用我去受训的这个尝试 姿势去服侍我先生 那我们社工人员的角色就是去看 我们的家庭教育的现在 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服务 有什么适合他的资源 我们连接给他 那我们也会就是定期的追踪的关系 那如果像是有一些家庭暴力啊 或自杀这些等等 有可能会引发家庭悲剧的这些高风险 我们都会特别的去关注 那我们其实距离的除了这样子个别化的服务之外 我们也会办一些免费的团体 或是课程去教导一些新手的照顾者 他们不知道怎么照顾 对疾病不了解 或者是对于就是一些服具 或资源 这些一些没有碰过照顾真的就不会知道的资讯 我们去告诉他 对那办理团体就是也是像要请我妈妈这样子的家庭照顾者 他们一群人然后对彼此是更了解 彼此平常都在做些什么他们一定就知道 然后可以同理大家对对对对 那成为一个彼此支持的力量 对那我们其实也会希望呼吁就是社区的民众更认识 我们家庭照顾者的需要 那我们也会办循环活动 然后我们请照顾者就是循环 然后手冲咖啡给大家喝 对就是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家庭照顾者的需要跟他们的故事 这样子 其实长照服务是很好用的 可以帮忙到家里来 你可以有人帮忙你照顾 那为什么这个家庭或是这个照顾者没有使用呢 我们去深入了解那个原因之后 发现其实不一定是照顾者本人不想用 可能是他的亲戚手足 所以他有一些想 就是觉得说照顾本身就应该是你的责任 怎么可以交给外人 那或者甚至是有些长辈他们的观念 就觉得外人到家里来不太好 因为没有用过服务 所以不知道 对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了这些原因之后 我们慢慢让照顾者知道说 其实照顾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其实是整个家庭 然后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都需要一起来承担 那我们就是政府有这么多的资源 那我们伊甸基金会也承接这么多的承担的服务 那就是希望可以帮助者 可以在面对照顾这个工作 有一个很好的挑事 那他们不会因为照顾而失去自己的工作 或失去自己的人生 记者会中伊甸基金会也公布一份 针对18到45岁青壮年对长期照顾的看法调查 我们的青壮人对于长到一的看法 有七成的人认为 应该由子女来负责照顾长辈 但是另外一个数据看到 我们的长辈其实在对于自己老的时候 只有一成七选择子女来负责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社会的现象就是 很多的长辈 尤其现在少许化了之后 很多的长辈知道她的儿子 她的未来的一个家里可能在经济 可能在社会上面有很多的压力 所以她也会觉得说 如果完全地依赖自己 对他们而不是造成质疑感和负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人家有可能会越来越无聊 好 越来越 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 老人家在社群里面的生活 有可能会越来越没有办 所以我们期待以 藉由医院基金会整个服务过程当中 我们从社区 我们从日间找服务 我们从居家服务 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传习 我们更重要的是 希望大家能够关心长辈 了解长辈 正式找人需求 今年刚好是1.40年 我们也期待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医院基金会 在整个服务过程当中 我们过去从和尚 从深信尊爱 到老人的照顾机器里面 我们可以串联式的照顾 我们期待更多的资源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社会的朋友们 能够关心 能够支持伊甸基金会 面对超高龄社会的到来 伊甸基金会邀请社会大众一起 永老同行 奏灰矮 用一杯咖啡 倾听照顾者的烦恼 分享长照的重要 让服务不间断 让爱永不止息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LIN PAO TORONTO ESDOTO MING PAO TORONTO BING PAO TORONTO GIN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你的色迹 我觉得很... 关于 BING PAO TORONTO GIRRAN 怎麼 Montau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路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怎麼這樣 有追劇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 並不是有意的只是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事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 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大家畢之為恐怖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一 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行…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上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庁民看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